泰国提早启动4500亿泰铢电子钱包 现金援助计划 这个月率先向弱势群体发放1450亿泰铢 也就是大约187亿令吉 同时强调国家需要短期经济刺激 这项措施原定今年最后一个季度才推行 泰国财政部副部长朱拉鵬 今天在上议院预算案辩论中指出 政府拨备了4500亿泰铢 向5000万泰国人发放每人1万泰铢的援助金 其实目前已经有3200万人登记 但这不包括没有智能手机的人 这些款项原本只是通过电子钱包发放 可是现在也包括了现金 只是朱拉鵬没有说明 这个月发放的钱到底是不是现款 另外泰国财政部长皮猜认为 泰国经济有潜力达到 每年增长3.5%的水平 但是投资疲弱阻碍了发展空间 政府计划振兴旅游和处理债务问题 解决经济困境 他坦言泰铢实在是太强势了 但是还是和市场同步 而最近股市上扬 凸显了消费者对政府的信心 感谢观看